這個地方叫北潭中 這裡有個廁所、小食部 後面是遊客中心 如果過一些土耕營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的起點 我們的起步點其實在裏面少許時間 不過這個地方可以在這裡集合 這是春加恒的起步點 為什麼是春加恒的呢? 因為歐洲要做 要慢慢耕耘 不是說你一左讓就立刻可以 這個叫春加恒的起步點 將來我們的三部旅遊車 馬舟會先坐在這裡 說明過 走的話 就麻煩你自己坐車 這裡有很多巴士 在這巴士返出去 這個地方 本來叫商店樂園 這個叫商店樂園 到很多天 我們會借到這裡做一個儀式 起步就在這裡 這裡大概會有些東西 不知道什麼東西 在這裡 然後從這裡開始 做完之後 十點鐘開始做一個儀式 很快就做完 做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起步了 好嗎? 這個地方很難的 大概可以坐椅子 但我們不會再坐椅子 就在這裡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 好 起步之後 我們從這裡出來 經過這裡 我們向這個方向走 這條路其實是很大的 這條路其實是墨里路去經第一段 通常我們走 墨里路去經第一段 墨里路去經的時候 走的時候 Traywalker之前 我通常在前面起步 不過也不要緊 今天來說 我們到這裡開始就起步了 好嗎? 我們走了大概一分鐘 兩三分鐘左右 到這裡 我們一直走 不過你留意到這裡 有一條小路 這條小路 叫北潭沖自然教育經 下面不是看到這條河嗎? 這條河就是北潭沖 北潭沖的名字 在這裡 現在我們去城 我們不經這裡 我們直走 來到這裡 一條分岔路 這一邊 我們已經看到了 叫做康禄 墨里浩夫人浩駕村 其實直上去海下那裡 但我們就不走 我們走這裡 大家留意到墨里浩建起點 我們跟著墨里浩建起點 一走上去 會斜一段 一斜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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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路就是這段 如果走完大概十分鐘左右 看到吧 單車也要回波才能走上去 只有十分鐘左右 很快就去 不是難的 我試過一跑步就這樣 跑上去 不過說幾年前的事 好 現在我們呢 上到這裡 最高的點 跟著沒有了 整條路都沒有了 我說十分鐘 十分鐘 十分鐘 大約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通常我都騙人 你看到後面的艇 即是到的了 OK 那艇有左手右邊 左手右邊 那條是西沙灣的西沙灣 右邊一條叫做漫移路 一個是去漫移水埔 我們計劃到後面 你看看 挺辛苦的 是這樣的 只是十五分鐘而已 是這樣的 這裡叫做香港聯合國科教 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這叫做梁船灣景區 所以這裡挺漂亮的 不是不差的 這個斜路只有少少 接著就下了 現在你看到這個 就叫做漫灣淡水湖 這是淡水來的 其實當年 這裡是個茫茫大河 的關門水道 你看到遠處是一條坝 這條坝 叫東坝 我們還有一條西坝 就是我們建了兩條坝 將海水雜了 然後我們抽乾了它 直接轉淡水 所以這裡是不是很漂亮 這裡你看 最壞如虎笑的 這麼多 不如你完全看到 應該看到一個水碗 如果你看到一個水碗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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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遠遠的山 就叫做梁船灣洲 就是那個很遠的山 東坝的山 叫梁船灣洲 所以一天來梁船灣 就用來建了一條坝 各位 經過這個艱辛的旅程 其實十個字 來到這裡 一會兒你看到 你認住的廁所 遠遠 有一個水碗 我們叫做水碗 這條其實是西坝 我請大家留意到 這些石 其實不是普通石 這些是公園的六角石 不過最漂亮的六角石 就不是放在這裡 是放遠一點的 給你看 騙一下你 你走過來西坝 我們現在的工程就完結了 我們現在到這條 叫做西坝 這裡走大概十個字 現實就沒那麼快 如果當時你走 大概走 一小時鬆一點 這裡看到這個 荀灣淡水湖 淡水湖 當時是官田水道 我們建了一條坝 這條坝叫做西坝 遠遠的坝叫做東坝 把水抽乾了 這就是南水湖 你看到很遠的 很多岩石的 其實就是六角石 就是地質公園 其實這裡 看不看 其實這裡 我們已經發過無數個人 看過很多次了 走過都不知道 原來這些是寶物 現在才知道 就是這樣 這裡很棒 好 我們拍幾張照 留意 阿Sir和我們拍幾張照 好 好 這裡是第一個轉接點 才可以回頭 因為這裡是另一道 這裡是百粒 這麼漂亮 但是我建議你 如果你有力氣的話 我建議你走前一點 走前一點 我們看到這個 創青水湖活動中心 那裡走多一公里 現在這裡是3公里 就會多一點 走到4公里 我建議大家可以過去 不夠力的話 也不要緊 這裡有很多的士 可以坐的士走 也不要緊 好嗎 現在到的這個 真真正正的西霸 剛剛那個 其實我們叫做泥霸 這個真的是西霸 這個是西霸 這是第二轉接點 各位可以在這裡走 走當然可以沿路走 大概來說 大概來說 就一個多小時回去 如果你說頂不順 當日會有很多的綠色巴士 即使走都可以 想看大家可以留意到 這一個就是 船灣淡水湖 那條坝 大家可以看到 遠那條的西霸 我們近這條 遠的東霸 近這條西霸 這個山叫做梁船灣 我想請大家留意到 這個就是創青水上活動中心 這個變成一個人工湖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走下去 可以一直走下去 很安全 大家可以看到 不過時間問題 我都不建議走下去 請大家看一下 這邊就是六角石 這是地質公園的六角石 這就不是真的六角石 你說不是這樣吧 你走到東白一點 就漂亮很多 真真正正正六角 屈膜都會有的 大家可以在這裏 暫時欣賞一下 欣賞完 我們第二個剪絕點 我們就回頭了 好不好 大家留意一下 那裏有一個紀念碑 大家可以臨走 看看這個紀念碑 今天才走 今天的旅程 就應該很滿意 各位 經過第一轉接點之後 我們回頭 可以沿著這條路走 他們都是這樣 那如果你說 不想像他們這樣走 就走這條 叫做 就是這條 叫做 上搖郊遊徑塔 這樣就有一點點生路 你看到 它可以走一個半小時 一天四分一個小時 但是如果 你走這條路回去 大概一小時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可以量力而為 如果你認為 好的 可以走這條路 中間 他會在哪裡 他們要回衛 後 那 有 這條路 這個 可以走 在乎